好,大家好,咱们这一刻咱们来进行真实的安装 然后的话,我们先来安装NodexPoder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一个只有两种 有两个,一般的一个是一个demo set demo set的话就是说,我们boost的时候会在每一个节点上面会有那个boost一个 来进行,然后监控我们每一个节点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NodexPoder一个服务 大家先看一下我们boost的话呢 它是需要一个名称空间 这个名称空间全部放在monitoring 全部都是在这个名称空间下面 所以说我们要提前把这个名称空间然后创建出来 下面的话这是一些某版标签 我们不用管它 再看下面,下面的话是一个是一个镜像 这个镜像的话是直接在Dock上面 所以说我们那个还好 所以说我们有一点忘了提醒大家 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后面安装的话 有可能会使用的是一个谷歌的镜像 这时候的话你可能要需要去把你的一个 然后几个节点都设置一下代理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话我这是有代理的 应该是echo 大家看我这边都是有代理的 然后的话那个我这边设的有代理 并且那个我这代理设的在哪里呢 我们设在我设的一个全局边量里面了 大家看到然后我设在全局边量里面 然后的话你尽量的每一个 这个173大家看到我这三个节点都设置的有 我们这个是主节点 这主节点的话也是有的 mustle节点看一下 profile 都有的 并且的话我们Docker里面是 启动里面也要设置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因为我们Docker然后就拉去镜像的时候呢 你在这里面设的是那个不起效果的 比如说你要把这个代理的话呢 要设到一个Docker启动项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Docker启动项 然后是RPM 我们看我们的服务 它对服务地址在哪里 然后的话是Docker-C 看一下 Docker服务 Docker服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是在这里 看一下 在哪里呢 我这个主节点没有设置 主节点的话因为它是Marser节点 Marser节点是不会运行我们的一个容器的 比如说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是在 在我们的172和173上面 172和173上面 在两个Walk节点上面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在这里 然后的话是HTPS代理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指定了一个 内网式的一个代理代理服务器 然后的话这边是设置的是不代理 哪些地址不代理 所以说我们那个 代理到代理服务器的话 大家一定要设置一下 要是说 是在你们这个没有代理服务器的话呢 你都可以使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把提前把镜像 然后那个拉举下来 看需要哪个镜像哪个版本的 然后的话你 我这里的话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怎么去做 大家看我这里面是先定义的一个版本号 他说你先可以先把一个版本号 一个版本号 然后编量 然后那个输进来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用的一个安家0532 这是国外的一个人做的 他把国的镜像 所有的镜像都克隆了一遍 克隆到哪里去了 就是换一个名称 全部克隆到一个刀客 刀客官方的官方站点了 所以说我们先去使用 安家0532先去拉取 拉取完之后呢 我们去修改一下Tag 然后把0532这个 按加0532这个 改成我们这个 和我们的镜像名称 我们所需的一个镜像名称 改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删除 0532这一个 所以说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然后这时候 大家看到这是删除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获取到一个镜像 进入我们所需的一个镜像 嗯 好我们来 我们来进行安装 嗯 这里面已经那个野某文件 然后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野某文件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的话都去把它 那个克隆下来 然后克隆 复制一下 嗯 嗯 Cuponetis 啊 不是Cuponetis 应该是 Permesters 嗯 TG US 我们全部放到这个里面去 然后呢 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我们来克隆一下 嗯 嗯 没办法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嗯 那个代理服务器 然后出了问题 我把那个代理服务器 然后那个起一下 嗯 因为它那个设置的是 那个所有的代理 然后那个所有的 ATTP 和ATTPS 然后都会走我们的代理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代理 出了问题 然后这是SL 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再代理出了问题 嗯 那还不 然后的话 我们 嗯 把它输出一下 shed out 然后 还有一个错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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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应该不是 看一下 没有 哦 它应该是那个democet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它那个刚才那个是类别是是不是那个写出来类别 好那个不好意思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这里然后是那个嗯错文件了那个不应该是那个Permisers 我们先把这个把它删除掉 Demade-f 我们这个删三两我们去应该是部署这个 custel aplayer 然后-f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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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这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 pods- 嗯 然后是 嗯 munter 大家看到然后现在的话嗯这两个是那个已经创建完成了 然后的话嗯 嗯 刚才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会嗯 说的我说的一个地方可能有点小问题就是说 它这个master的节点它这个是不会创建的哎看一下 这时候的实际上只创建了有两个 虽然说它是一个嗯 嗯 嗯 这个类型是那个是demo set的 demo set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每一个节点都会创建 但是的话我们这一个我们的master几点它是 哎看到然后它是没有创建的 看一下- -wet 那在172和173上面都创建的有 这时候的话我们再去部署它的一个服务 服务几点 嗯部署的时候我们先去看一下它的服务 服务的定义哪些 服务的话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服务 定义一个服务名称一个名称空间 嗯 然后的话它是应该slack的 然后去选择我们的一个pod 然后的话是一个classip 还可能 我们这时候来自去创建一下 play-f 然后not service 看到然后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完成了 那完成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服务已经创建完成了 notexporter已经创建完成了 所以说 嗯我们这边的话就应该是只有两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要删除 所以说我们这个图 稍微有点小问题 我们把它修正一下 好我们把它修正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是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不要的 好 好 那个我们来继续 嗯 我们创建完成之后应该会 那个它有一个端口应该会暴露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那个已经有端口了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的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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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能看它的描述信息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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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是不是那已经有9200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就点 说到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去访问一下看一下 171717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访问我们一个度量值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173 173也是可以的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都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的话 我们继续那个往下面 那我们去安装一个另外一个两个那个metric值 先安装这一个吧 安装那个status 咱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 我们也是 大家看到也是有三个 一个是服务账号 一个是部署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服务 我们先前提的话 部署的话肯定会依赖于服务账号 所以说我们要先看一下服务账号 我们来看一下 tt-message 服务账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的话 它这里是那个把它都注解掉了 而我们的 而我们的这个pod的话呢 要去那个 访问我们各个节点的一个 访问我们的一个k8s集群 也要去查询我们的状态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服务账号 没有服务账号的话 它是我们目前为止的pod 它是没权限去访问我们的k8s集群的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去要去创建一个服务账号 创建服务账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的话 嗯 这里也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它是全部把它注解掉了 我看一下啊 然后它是它里面的话 它是把它注解掉了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然后就先去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在那里编辑一下把它 把它服务账号打开 然后的话是Ctrl C 应该是C 看一下啊 我们按那个Comfory Comfory的话 今天把这个 嗯 这个都标了 然后我们按第三种 然后 所以好像 孔格要标了 然后第三种 好 那个我们现在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九色的绑定 嗯 这边是九色绑定 然后把我们的名称 嗯大家看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把那个 集群九色是这个 然后我们的服务账号是这个 然后的话 它有那个有人看一下 它有什么权限 嗯 有那个历史的权限 有查看权限 做那个 这是给它的一个权限 嗯 这边也是那个 deployment的权限 还有 嗯上面的话呢 就是有 NOT POD Service 这些这些支援的一个历史的查看权限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我起权限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那个这三个 这三个支援的一个查看权限 好那个 然后下面是定义一个 一个副账号 好那个我们 来应用一下 嗯 嗯 嗯 那个我们来去那个 嗯 嗯 第二个都看我们的一个部署 嗯 嗯 部署的话这个模式的 deployment的 然后的话是一个副本 嗯 然后的话它指定了一个 一个社会账号 就是刚才我们定义的一个账号 嗯 它的容器的端口是一个 嗯 8080端口 那这时候那个我们去那个 创建一下 8080端口是什么 8080端口只能在集群一个内部 然后进行访问 那我们外部是没办法访问的 所以说大家那个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我们这边都是一个外部 人员 人员的话 前面的话是node pod的 然后它都可以去访问的 所以它开的是一个house的 嗯 然后house network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是没办法进行访问的 它是因为都在集群内部 嗯 那我们这边来那个 嗯 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可以看 这边就是你需要去进行那个 嗯 进行走代理才可以出的 那个才可以下载到 所以你要是那个没有代理的话 你这里要提前把这个 把这个景象在我们172和173上 都要用那个刀客去下载一下 好 那个我们 用一下 好那个我们这个也已经部署完成 剩下的应该是一个服务了 就是这个 那开始看一下 service 服务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service service账号 然后的话下面是一个 嗯 8080端口 大家看到这个服务的那个账号 端口是8080 嗯 这些应用吧 这个没什么那个好简介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get 嗯 sbc 啊 monitory 大家看到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 呃已经创建完成了 然后的话这个服务 这个也已经创建完成 创建完成 好那个嗯 这两个项呢 然后这两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这三个 我还有这个这些我们都创建完成 剩下的 还有一个这个 监控一个嗯 监控磁盘的 再监控一个各个磁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监控磁盘的话 前面的话都是一个是一个描述 大家看到这些描述信息 是那个告诉你 然后那个嗯 你要添加一些新的磁盘的话 那个你需要的那个怎么用 所以说你这些的话 实在你看那个看不懂的话呢 你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呃翻译一下 然后就那个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注释信息 嗯 这里也是 然后的话这是一些那个原数据 那这个是这个类型的话 什么这个类型也是一个 呃 然后的话他也是在各个无可节点上面 会部署 那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 他应该是也是那个不会在马斯的节点上部署的 这边都把它删掉 好然后的话 嗯这个的话 嗯这个是通过一个API 这并不是说 嗯因为他要调用 然后嗯去查看我们的进行状态嘛 可能这是通过一个API 这API的话是通过一个 嗯那个设计账号 这些的话呢 他都那个是直接那个去 在这上面运行的 直接在这无可节点上面运行 像这个这些泡的直接是在这上面运行的 所以说他不需要 嗯一个设计账号 嗯我们那个往下看 然后这是一个 嗯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的话是别人自己写的一个 看见没有这个是也是在那个 在Doghaven上面 这是那个别人自己写的 嗯然后的话 嗯里面的话 这些都是一些容器的一个命令 嗯大家那个可以去研究一下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不会去过多了去介绍 然后嗯我们的容器 这些执行命令 还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圈的一个挂点 大家看到 然后就他这边又运行了一个命令 又运行了一个开的 他主要是那个提供一个那个外面界面 然后那个对外在外面 然后像我们那个 嗯那个Permisers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访问 所以那个他他这个泡道里面 会有两个容器 一个是那个开的一个 嗯是我们 嗯这一个 啊那个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个继续研究的两个容器 然后其他的一些都是一个卷的一个挂点 嗯 好那个我们来去应用一下 嗯 这个应该是monitor 嗯这个的话应该是那个对外防问不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他没有对外放行的一个端口 好那个关于那个下面一个metrics值 然后一些嗯获取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都全部已经安装完成了 嗯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一个Permisers一个安装 好那个关于那个本节课我们讲到这里